制裁所永遠祝祖母 梧珈在哪裡 好好好 那我不用上馬 季小端的時間大家都很關心 也很擔心我跟阿姬 所以我今天在我的身份改變後的第一個工作 我就面對大家 我是想讓大家看到我知道我 我沒有受成指片人 然後我的食慾也可能也還是蠻好的 然後我也沒有整天以淚洗面 因為其實這個決定 在之前我跟阿彌我們都已經想得很清楚 然後也做好心理準備 那在公佈之後 雖然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但是公佈之後面對很多的新聞報導 甚至很多人對我們的關心 其實都讓我們還是會覺得有一點壓力 然後也有一點點的情緒 這幾天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面 然後我其實一直在忍不住就是思考說 為什麼我跟阿彌的婚姻會走到這一步 然後也自己會去想說 是不是在某個部分如果自己做得更好 那現在也許會有不一樣的結局 其實不是只是我 連阿彌他也是一直這樣子的思考 所以這幾天很多我們的對話 大部分真的都是在跟對方 嗯...算是道歉吧 就是我們真的都是一直跟對方在講的一些 然後真的 呃...責怪自己 比責怪對方還要來得多 呃...上個禮拜五 我跟阿彌在Facebook上 PO了我們的聲明表之後 我知道大家都很震驚 也覺得非常的突然 可是我們這個決定 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的決定 其實我們兩個為了我們的婚姻 已經努力了很長一段的時間 雖然我們努力之後我們的結論還是決定要離婚 但是這真的是我們兩個很平和 然後也很理性的討論才做出這個決定 來的跟大家說明了我們的狀況 因為我是公眾人物 而且那時候我的婚禮其實也是在大家的關心 還有祝福下完成的 所以對於我跟阿彌 我們兩人在婚姻這門課 嗯...我們沒有收好 其實覺得很愧對自己 也很愧對大家 但是我的身邊一直有很多人 都還是很鼓勵我很支持我 當然最重要的其實是我們雙方的父母 都給了我們很大的祝福跟鼓勵 都給了我們很大的祝福跟鼓勵 我的爸媽其實在聲明稿的第二天 就是有非常多的新聞媒體的 SNG車去留下等他們 然後我爸爸其實我爸爸是非常早就出門了 所以他知道有留下的媒體 就我爸爸也不太敢回家 所以我媽媽也不太敢出門 但是他們其實是這樣 他們都告訴我說 沒事叫我不用擔心他們 然後我的姊妹 Phibi Ella 還有榮榮 他們也都 幾乎像照三餐的方式在問候我 然後也會聽我分享我的心情 他們都比我還要早面對到 你們所有的媒體朋友 但他們也都跟我說 那我不用擔心 所以我非常的感謝 感謝他們給我的鼓勵